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田园寓意义 这是我家的一个角落 过年时 外面人很多 所以就没出去跟人家认几人 就在家里的院子里 画画写生 我觉得一个能够画画的人是非常幸福的 你可以随时随地灵感来 或者你想画的时候就可以画 一五画画下去可以让你度过很多美好的时光 什么烦恼都没有 这是画画的好处 这里面的东西有石墨 石旧 还有石头跟一些盆栽 因为春天还有过年 拿一些画来做点缀 增加一点喜气 这个石墨是以前的人过年过节 要磨那个米 然后米浆来做汤圆 做果 什么很好吃的东西都利用这时候来做 那么石旧是可以聪明的可以做各种不同的这种 材料的这种研磨或者冲击 所以我用这个 退休的石墨和石旧 躲在庭院的角落 为围绕身边的听众述说节庆的故事 石墨和石旧是两个指甲 那他好像经过了这种不同的岁月 不同的节庆 他都有贡献 他们两个好像在那边互相对话 并且对旁边的这些花 槽 石头 好像是他的观众围绕的他们 替他们讲一些节庆的故事 那我们从这个简单的画面 可以延伸到他的体材当中 他们本身所经历的事情 还有我们人生的阅历 都可以自动得到启发